孟良的,怕孟良冲杀不出来,韩昌奔月圣这边一来,这战车得给韩昌闪个道,战车闪开之后,韩昌过去了,这战车又要望一块儿,对,就这功夫,孟良一眼看见,这儿有机可乘,他把大扶转一颗马的后座,啪,这批火龙鞠交了一堂,孟良就是一带江上, 这孟良是山代王出身,陆林好汉,草莽英雄,骑马骑得好,这点也是人急了,人急了是马也急了,从那个北国兵脑袋上就窜出来了,急纵,从战车的缝里边,喀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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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喀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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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炮一响 直到孟良又冲出去了 这才放心 老太军马上吩咐 阳门众位女将 做好了准备 准备着明天 夜半三更天是突围出城 转过天来 老太军知道 这城市四面被包围 这四面都是谁呢 南门是韩昌 北门是韩昌的兄弟 叫韩延通 东门是野日邪真 野日邪宝弟兄两个 西门是萧太后的兄弟 叫萧天左 老太军调兵遣教 安排好了 北门让陈林柴干 东门是郎前郎外 西门是大太太二太太三太 南门是五太太跟八太太 八姐九妹将杨排风 跟着老太军 作为各路接应 老太军全都安排完了 天可就过午了 太军正在准备着 今夜晚上望外突围的事情 有人来报 齐炳元帅 这北门呢 营中大乱 好像有人闯营来了 老太军一听 怎么这阵就闯营了呢 昨天跟孟良定好了的 是今天晚上三更天呢 不会无故的提前呢 更何况又是从北门来的 怎么回事 我去看看 老太军带领着寡妇太太们来到了北门之上 登上城楼 往外一看 果然就看着 就看着翻影里边 杀声震耳 就乱起来了 不过老太军一看 又有点愣了 愣什么呀 他一处乱的这个范围很小 说明来的不是大队伍 太军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判断 外边进来的人多说呀 也超不过两三个 少说很可能就一个人 为数这么少的人 从这个方向杀进来 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呢 这可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老太军在城头上正在愣着呢 就见翻影之中 有一个人已经冲杀出来了 越走越近 老太军一看 哟 感情还是个女的 这位女将全身佩挂 头戴七青鹅子盔 耳聋豆宝 香脆的墨鹅 身穿柳叶红铜甲 高挂连魂 合身衬体 外罩绣花红袍 足等着高腰牛皮战靴 划起一匹桃红马 手中使了一口绣龙刀 这个女子长得两刀戏般的眉毛 一双秀气的眼睛 鼻如玄胆口弱屠珠 长得十分俊秀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 腰间系着一条白笑带 在盔甲之外扎着一条笑带子 这说明这个人身负着重笑的 一定是亲人刚刚死去 这个女子来到城下 带住思江 于往城上观看 城上是什么人呢 八截九妹在旁边说了 你问我们是什么人呢 你是什么人呢 城下这个女子又说了 不要问我 我先问你们是什么人 八截九妹心想 这女的可真怪啊 还得先问我们是什么人 我问问你 你要找什么人呢 城下这个女子一瞧 我呀 我要找天伯阳府的舍太君 八截九妹一听 那你就找对了 告诉你吧 这就是天伯阳府舍太君 张北元帅 这个女子听到这里 在马上把绣龙刀望鸟 是环上一挂 翻身下马 双膝跪倒在地 看样子 面带着羞涩之情 说了一声 老人家 您的好 我给您见礼了 这一颗头老太君愣了 老太的心想 这怎么回事啊 看这一个女子素不相识 怎么会以大礼参拜呢 八截九妹在旁边说 娘啊 您问问她是怎么回事 她怎么管您叫什么老人家呀 这从哪论呢 问问她是谁呀 太君说 你这一女子 你我并不相识 因何大礼相见呢 这个女子听到这儿 老人家 我与您并不认识 不过 您要是问一个人 她就知道了 哦 太君说 问谁呀 问 问问您的七郎儿 杨艳斯 这句话把老太君给弄愣了 我七郎儿死了好几个月了 怎么还让我问她呢 但是老太君没有说七郎死了 因为还不知道详情 不知道这个女的是从哪来的 老太太说 我七郎儿没在此处 你就跟我直说了吧 这个女子一听到这儿 面色飞红 这个 嗨 这让我怎么说呢 正这个时候 对面翻营的营门开 在翻营的营门里边出来了一队北国兵 为首一员大将 正是韩昌的兄弟 叫韩延通 这个人身高有仪仗 宽肩背扣 头对无忧亏身穿无忧假 外招造罗袍 跨起一匹贴青马 手中使一口锯翅飞镰刀 刀背像锯翅一样 韩延通听见兵足禀报 说有一位女将闯营而过 所以他上马踢刀领兵来到 开开营门一看 远远的望见那个女将还没进城呢 所以他催马就过来了 这个时候老太君在城上边望下一看 居高临下瞅得清楚 远远的见韩延通领着队伍来了 太君说你这个女子 你还不快说出你是什么人 你看北国的韩延通出兵来了 这女的一听 啊 北国又来兵了 好 我事到如今 我就跟您说了吧 老人家 实不相瞒 我呀 是您的妻儿媳 叫杜金鹅 这一句话把全成 城上的人都给说愣了 尤其是老太君 老太君心想 我那个七郎 艳丝生性浑浊猛愣 从来没人给他提过亲 我也没给他说过亲 在北国征战这段时候 也没听说在哪定亲了 怎么今天突然出了这么一个妻儿媳啊 太君说杜金鹅 你说是我的妻儿媳 你们是在何处相认 在何处定亲 何人为媒 何物为凭 我怎么一概不知啊 这个功夫寒眼通催马 在后边道分前脸看 杜金鹅说老人家 北国兵来了 我跟七郎的事一言难尽 但我斩了北国将领 再与您相说 太君心想 哎呦 这个女子口气可不小 他就敢说能斩了他 可眼下北国军兵临近 也不能随便开城 那么就看看这个女子 到底有多大本领吧 这么的也好 如果他不行 我再接应他 太君在城上就关阵 就见杜金鹅上马踢刀 拨转马头 直奔韩眼通来的 韩眼通把举着飞鞭刀一举 嗨 你这个女子 因为什么闯我的鹰盘 你是什么人 杜金鹅说我呀 告诉你 我是大宋草民 要闯你的鹰盘 为国尽忠 韩眼通心想什么 草民 这可真是的呀 大宋朝的草民 也可以随便闯我的鹰盘 好厉害的草民 韩眼通说话间仔细 看了看杜金鹅 哎呀 这个小娘子长得可倒也挺漂亮啊 哎 你这个女子 自从草民 我问你 闯过我的营来 人家也不让你进城 现在你又怎么办呢 不是不让我进城 你知道吗 这是等着我砍下你的脑袋 才让我进城呢 我就是等着用你的脑袋 做我的进剑之礼 韩眼通一听 嘿嘿 拿我脑袋做进剑之礼 你好大的口气 哎 你这个小娘 我看你长得倒也不错 哎 你妖记小袋 是不是你男人死了 啊 如若不嫌弃的话 你跟我 嘿嘿嘿 怎么样 哎 杜金鹅一听柳梅道树 兴眼冤争 一举锈龙刀 好强途 修走 看刀 刷啦 一刀就劈过来 韩眼通赶紧用刀一架 当了 杜金鹅搬过刀头 推出刀钻 韩眼通用刀又一架 杜金鹅搬回刀钻 二马错凳就推出刀头 一马三刀来的娴熟敏捷 韩眼通一看 哎呀呵 你还别说 这女的还真有两下子 不过今天你碰上我了 怎么也不会输给你 我韩眼通要赢不了你这么个女子 我这武艺就白练了 我这都队就白当了 韩眼通摆刀与杜金鹅 二人打到一处 开始啊 韩眼通还真没瞧得起这杜金鹅 敢打到了二十来个回合了 这心中才慢慢的佩服 嗯 有两下子 怎么我这个刀什么招都使出来了 就是赢不了他呢 哎呀我这跟这个女的打仗了 这不让人家笑话我吗 嗯 我得快点把他得打败了 他心里想的挺好啊 想打败这位杜金鹅 那可不是容易的事情 咱们趁着他们俩打着这功夫 得简单的说说这杜金鹅的来历 这位姑娘原是戴州所管杜家庄的人 杜金鹅的父亲杜成 曾经当过戴州总兵 在与辽邦征战之中 立过不少的功勋 杜成呢 就这么一个女儿 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啊 从小就先教给她练武 别的女孩子都是学真指 杜成为什么教给她练武呢 疼这姑娘 怕自己女儿长大了受欺负 出自这样一种心情 就教起武术来的 这姑娘呢 生性聪明 一教就会 长大了 这武艺可也学成了 后来在一次辽兵入侵中 杜成因为中了剑伤 含恨身亡 杜成这一死啊 就剩下杜氏老太太 跟姑娘杜金鹅这娘俩了 大宋国朝当时 给了些扶絮的银两 这娘两个就回到了戴州杜家庄 园吉 到这儿来住着来 这个地方是个山野的小庄村 母女两个真是相依为命啊 岁月忍然 姑娘可就大了 俗话说呀 女大十八变是越变越好看 果然杜金鹅长得是如花似玉 千角百美 杜老太太家里边 这媒婆子可就推不开门了 俗话说 瞧走的媒婆死人说活呀 可就是有一样 来了这么多媒婆 谁也说不动杜金鹅 为什么呢 这个姑娘给自己定了一个选女婿的标准 第一条就是一武相亲 比武艺 胜得了他 才配做他的女婿 这山沟里的小伙子哪有能行的 这没有练过武术的 你还别说有几个小伙子不服气 瞅这姑娘长得挺漂亮 心思一个女的能有多大能耐 到那挤拳子就打趴去得了 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到这来了 照亮了照亮 这一照亮 结果一个个都被打的是鼻青脸肿 全回来了 后来干脆提亲的都没了 相反还都这么说了 说这个姑娘 谁要娶了去准倒霉 两口子打架 她能把男人给揍死 这宝霉的多了 杜老太太就心烦 可是这宝霉的一霉了呢 杜老太太还心难 老太太有时候也劝这姑娘 金额呀 看不灵就找一个呗 这姑娘大了 要没人要啊 让人也是好说不好听啊 这姑娘主意挺正 娘啊 没人要就没人要呗 您又没儿子 那我就跟您过一辈子 哟 那哪行哦 那么一来 那咱俩俩可就都出去当尼姑得了吧 出家就出家 当尼姑就当尼姑 我不怕 那样的话更清静 老太太一看劝不动 也就不劝了 可是老太太这个身体越来越不行 咳嗽气喘越来越重 有人就说了 说趁这功夫啊 姑娘要成了亲 冲一冲啊 野心还能好喽 老太太心里边是想的呢 怎么样子 趁着自己活着的时候 能看见自己的姑娘女婿 这姑娘呢 满步把这个事当回事 在自己的后院子里边 自个儿立了个武术厂子 在那立着刀枪剑击 天天晚上就在那练 室友凑巧 这天晚上啊 下雨 外边来了个避雨的 谁呀 杨七郎 那这儿 正是两郎山之战的前夕 杨七郎寻迎廖少陆京这里 遇上雨了 开始是在门外房檐底下站着 这老太太心眼好 就给让到屋里来了 这是秋景天了 屋子里边老太太身体不好 生了个炭火盆 一看七郎让雨 焦的那个样子怪可怜的 让他就把战袍啊 给脱下来 给他烤了烤 老太太的男人杜成是边关总兵 所以他对这守卫边关的将士 就显得格外的亲近 看着杨七郎 长得虎视眈眈的 老太太心里边看着 挺喜欢这个小伙子 就问他说你是谁呀 七郎就说了 七郎这一报名字 老太太一听 哎哟 这是名门后代呀 杨继夜的妻儿子 杨家将 老太太更高兴了 正这个功夫 杜金娥有打内务 到这边来了 一看见杨七郎就问了 说娘啊 这个是谁呀 老太太就给他指引了一下 说这个就是杨家将 七郎杨燕斯 哦 杜金娥早有耳闻 听说过 杨家将的枪法最好 五虎断门枪 是一绝 杜金娥一听到这里 就跟杨七郎说了 打算要跟杨七郎 学一学五虎断门枪 这杨七郎呢 小伙子到这些朴实 没想的更多 学就学吧 这功夫外边雨就停了 杜金娥就把杨七郎 领到后院 他自个儿打的那把是场子 在那两个人就比划上了 杜金娥拿一口刀 杨七郎拿一条枪 两个人开始先较量了较量 一较量 杜金娥就输了 杨七郎那是什么将会 那枪法顺属 力气勇猛 较量几次 杜金娥输了几次 打这儿 杨七郎教过他几手枪 杜金娥记住了 练完了一阵子 两人就回来了 回到屋子里边之后 杨七郎在那烤着火 杜金娥呢 就跟自己的母亲说 娘啊 我跟她比武啊 我输了 老太太开始啊 没醒过味儿来 啊 输了 你哪能赢得了人家呀 人家老杨家的枪法多高啊 那你非输不可呀 可不是吗 坐了一会儿 杜金娥又来一句 娘啊 我跟她比武 我输给她了 老太太说 啊 你可不得输给人家呗 哟 老太太忽然想起来了 姑娘为什么老说输了 对呀 我姑娘 有一个条件呢 要输给谁 就得嫁给谁呀 老太太心想 难道说这是天作之合 今天晚上杨七郎到这来 就活该他们两个 要成亲 老太太明白了 老太太一明白 用眼神一看杜金娥 这姑娘一看自己的母亲已经看透自己的心思了 脸疼一红 站起身来 上内屋去了 这老太太跟杨七郎就当面提亲 一说自己这姑娘怎么有这么一个条件 败在谁的手下就要给谁做妻子 问杨七郎愿意不愿意 这杨七郎一看杜金娥长得倒也不错 觉得这姑娘不但貌美 而且武艺也超群 杨七郎的心知口快 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七郎给答应 老太太就说了 我现在呀身体不行了 我想看着我女儿成亲之后 我再离开人世 这样的话呢 就你们两个干脆就在今天晚上成亲了 简短说 就在这天晚上 七郎就住在这 七郎跟杜金娥在那屋 老太太在这屋 七郎和杜金娥坐了一夜的夫妻 第二天临走的时候 杜金娥问七郎以什么为表迹 将来好去找他 七郎从头上摘下了簪子 那簪子上面有平定光辉 得招死顺八个字 七郎把他一绝两半 自个儿留了一半 这一半交给了杜金娥 七郎又走了 打那走了之后就再没回来 杜金娥在家里边等着 左等七郎不见 右等七郎不来 后来自己的母亲病重 过去了杜金娥呢 没有办法 穿上盔甲 拍上战袍 骑上战马 手拿绣龙刀 听说北国兵把老太军 困在了庞长 他找到这儿来了 闯过藩营 今天才见到了韩彦通 这里交代一笔 杜金娥现在身怀陆甲 已经有了怨了 他跟韩彦通两个人 正在章战当中 他本想用刀杀了韩彦通 拿人头 去见老太军 作为觐见之礼 可是两个人征战 打来打去 打来打去 由于过于劳累 杜金娥就叫做杜甫腾痛 哎呀 杜金娥已经意识到 这怎么办呢 杜金娥须砍一刀磨码 往下就拜 他这往下一拜 本应该往城里边拜 相反 他奔着翻营 那个方向拜下去 城市的老太军 你看 哎呀 这个女子 她怎么糊涂了 怎么往那面跑啊 韩彦通乐了 嘿嘿 你往我的营里跑 你就跑不了了 这回我就拿活的 拜拜